日本羽谭最美运动员,出生羽毛球世家,长相清秀称没时间谈恋爱。 说到羽毛球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林丹了,而中国羽谭美女运动员也有很多,除了黄亚琼就是前段时间被称为是中国羽谭第一女神的李瑶,当然还有很多的美女运动员存在,不过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可不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,而是来自日本羽谭的美女运动员。 她叫大枯彩。 大枯彩1996年出生于日本,是一名日本羽毛球运动员,因为她的父母都是羽毛球运动员的原因,大枯彩也很自然地学习了羽毛球,而拥有父母优良基因的大枯彩职业生涯也相当地耀眼。 2013年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上,大枯彩获得了女单冠军,2014年的俄罗斯羽毛球大奖赛上,同样获得了女单冠军。 在2017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奖赛上,获得了女单冠军。 除了职业生涯的成功以外,大枯彩的颜值也是非常高的,因为长相清秀,看上去也非常高冷,除此之外身材又好,因此还被日本粉丝称为是日本羽谭最美运动员。 大枯彩增表示自己对羽毛球是非常热爱的,甚至有时候感觉只要有羽毛球就好,根本没时间谈恋爱。 对此小编还是想说,羽毛球要打的,但是恋爱也是要谈的,毕竟有颜值有实力不怕没人追,看过日本羽谭最美运动员大枯彩,你们觉得他称得上日本羽谭颜值担当吗?一起来聊聊吧。